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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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跟阿弥陀佛寿命相同 都是无量寿 这句话非常重要 古德讲这是净土地印的 如果没有无量寿 说实在的话 西方世界就不能算殊胜 最殊胜的地方就是寿命场 寿命场无论什么事情 都能够做到圆满 所以趁他叫地业的 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这个后面是个比喻 假设当然不是真的 假设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这就多了 这个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学 像前面我们说过 如果依黄念族老教寺的说法 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要算我们今天讲银河系来讲 是一百亿个银河系 你想这个数字多大 这里面所有的众生 这底下也假设 通通都成了圆满 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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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比喻罗汉还高 神通当然比喻罗汉要大 这假设 这假设这个大千世界的这么多众生 通通都证得圆绝了 人数多 前面讲的人数多 地位高 智慧神通大 与八千阶 这是这样的时间之长 他们共同 这些人共同来计算 来较量 这个计是计算 较是较量 就是较量 若能知其数量者 不取这句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发明 可以说科技到顶点 是电子计算机 拿这个东西去计算 也没有办法 也算不出来 这是说明 西方极乐世界 人数之多 这个人数 什么时候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去了这么多呢 给诸位说 通通是十戒之内 因为阿弥陀佛成佛 到现在才十戒 十戒之内 社方无量无边 诸佛世界里面 那个善根深厚的众生 通通都移民到西方世界去了 这社方世界移民去的 去的人数这么多 那个世界越大 不可思议的庄严 一般讲 阿弥陀佛的世界 叫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世界的根本 也在正义院的里面 那个根本 就是无量寿 再看第九段 我做佛师 我做佛师 社方世界 无量插住 无数诸佛若不共 称探我名 说我功德 故土之善者 不取证据 这一面 与我们的关系 非常重要 西方世界再好 如果没有人给我们介绍 我们还是不知道 纵然 我们具备往生的条件 要是遇不到这个法门 也是我人 这个僧还是要控股 一定要有人介绍 有人宣传 有人给我们推荐 那这是什么人呢 是社方祝福 这一约也兑现 所以社方 所有一切祝福 跟众生讲经说法了 这个所讲的经论 不尽相同 为什么呢 佛讲经叫应激说法 不适合根系的 佛就不会讲 应激说法 可是这一部经 这个法门 所有一切祝福 统统都要讲 为什么原因呢 它能够适合一切根基 这就殊生了 所以每一种佛出师 我们要问 佛出师在世间 他的目的何在 换一句话说 他为什么要到世界来 像这些问题 我们自己 要是一个 头脑清楚 清醒一点的人 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我来干什么的 你要常常有这个问题 存在心里 你就容易觉悟了 你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 佛来干什么的 佛是来帮助众生 帮助什么 帮助众生成佛 这是佛真实的目的 你要是佛来 帮助你利苦得乐 利苦得乐是很笼统的一种事情 利三我道 得三善道 也是利苦得乐 利六道轮回 得小成功罗汉批之佛 也是利苦得乐 所以这句话很笼统 佛真实的目的 是要帮助大家 在这一生当中立刻成佛 这才是他主要的目的 因此 佛对众生所说 一切经论发门 是以成佛这个方法 为第一法门 哪一部经 哪一个方法 是一身成佛的法门呢 就是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这个三经 这个三经是专讲 这一身成佛的方法 所以这种经典 是佛讲经说法的第一经 这个法门你听了怀疑 不相信 不愿意接受 那佛在适合你 你需要什么 他在给你讲什么 我不想到基罗世界去 我来生还想做人 做一个富贵人 好 佛就教给你这个方法 满你的愿 这个愿意太小了 所以佛说法 应激说法 一切众生 你希望什么 他都可以帮助你 满足你的愿望 可是一切众生当中 真正觉悟了点 他是要成佛 没有比这个更圆满 没有比这个更究竟 这个法门 在这部经里面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无论什么人 你是菩萨也好 罗汉也好 天人也好 甚至于你造作夜深的罪业 莫归地狱都好 不论善悟 不论敬慧 不论程度高下 不论身份 也不论男女老少 只要你相信 你肯法院 肯依照这个方法 一心念佛 你就能莫做 所以这个法门是个 普度众生 语言成佛道的法门 真正稀有难道 所以一切祝福 既然出现在世间 目的是帮助大家成佛 怎么能不讲成佛的因 那么这个法门 也许你们同修 也非常乐意 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 人家听了摇头 不相信不能接受 那么你心里难过不难过呢 不必难过 为什么不难过呢 诸佛菩萨都不难过 你难过是吧 他成佛的机会没到啊 这是对成佛人讲的 你看看他像不像佛 不像成佛的样子 这个今天给他 他不要啊 所以 所以弥陀经常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这三佛 能够相信这个法门 接受这个法门 他的善根福德因缘 同时去做 这是非常稀有的因缘 我们在无量界以来 也是深深实实修行 为什么没遇到这个法门 为什么没能往生 这三个条件 总巧一个 善根福德因缘 三个总少一个 你就没去得了啊 三个通通具足 不容易啊 太难太难了 太经济里面讲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法门要遇到 不止百千万劫 超过百千万劫 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 今天的应缘 这个应缘实在不可多得 所以摄放一切祝福菩萨 没有一个不宣扬的 这是祝福称探 祝福称探就是祝福 把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为我们说明 介绍给我们 劝我们往生 换一句话说呢 就是讲净土的经论 这个赞叹就是宣讲净土的经论 我作佛师 释放众生 闻我名号 智信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失恋 若不生者不去证据 为处无孽 毁谤正法 那么这是第十八月 十八月是四十八月里面 第一重要的大月 重要在哪里呢 就是把往生的方法教给我们 如果不懂方法 西方世界是好 怎么去法呢 祝福菩萨不错 是在宣扬 不断地在宣扬 极力在提倡 但是不懂方法 还是去不去 所以古无来大得 黄老巨师 《诸节》里面 写得很详细 随一堂时候大得 纵观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他们在推敲 哪一部经是第一呢 最殊胜的话 中国外国的大德们 祖师大德们 几乎公认了华严经 公认华严经是第一 华严经跟无量寿经 做个比较呢 他们说 无量寿经底 把华严比下去了 为什么 无量寿经在华严之上呢 诸位要想的 华严经到最后 普贤菩萨 奢大愿望 道归极乐 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华严经就不圆满 华严最后的圆满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本经 就是华严的归属 华严到末后才讲到 本经自始至终 字字句句都讲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它是华严的核心 古人这个看法没错 这次把这个经看出来了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 我们看古大德 直到此为止 把这部经选出来了 那么这部经 现在我们用的本子 是夏连居老居士的汇集本 它的本子把群经分为四十八瓶 这四十八瓶里面 哪一瓶滴呢 我们再找啊 继续不断地找啊 于是我们找到第六篇 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一篇 这一篇是四十八瓶 是这一部经里面最重要的 一段经文 而且这一段经文 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不是别人说的 斯利加的说 母作佛是 这部佛是阿弥陀佛自称的 不是别人说的 阿弥陀佛没到我们这世界来 他怎么说的呢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 释迦牟尼佛转舍 如同阿弥陀佛自舍五二五变 一句话也没说错 也没说漏 所以这一章是尽头经的中心 我们仔细再看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净土三经 这三部经里面 字字句句都与四十八瓶相应 都没有违背 换一句话说 根据四十八瓶而说出来的 所以这一篇经是尽宗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再看呢 这四十八院有四十八条 哪一条最重要呢 不断去找啊 再找到第十八 这第十八也是古来祖师们公认的 这一院重要在哪里呢 重要在身面必胜 换一句话说 大家念佛了都会念 这一句阿弥陀佛哪个都会念的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这几个人知道呢 知道的人就太少了 如果你知道名号功德 一念的跟不知道的人念的 效果不一样 心进不相同 所以这第十八院 是明白给我们宣布了 名号功德不可遂 所以十八院就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说明这四个字 那么我们从刚才 重金交粮得到一个结论 推到最后就生了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那么再回头来看 四十八院是什么呢 四十八院就是解释这一句佛号 你要了解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 那就是这整个四十八院 那么无量寿经全经呢 就是解释这个四十八院 是四十八院的详细说明 那么古人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呢 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 那我们再看现在我们讲的大藏经 这幅大藏经是什么呢 是华严经的诸解 这个反复一思维才体会到原来 这一句名号展开来 就是一部大藏经 一部大藏经浓缩了 就是这一句佛号 所以这一句佛号涵盖了 所有一切的经论法门 所有一切宗派的心法 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华言里面讲 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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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业 如果讲专仪 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任仪是对一般人说的 也就是对根基 成佛根基 没有成熟的人说的 说任仪 如果对成佛机缘成熟的人来说 要说专仪 就不是任仪了 这个仪就是专职 弥陀兵号 名号功德不可思 你要是把这个事实搞清楚 你自自然然死心塌地 抱住这一句佛号不会放松的 这个佛号提不起来 提不起来没认识清楚 不知道它的好处 虽然听说很好 究竟好到哪里 也不想得 真实的好处要真知道了 那你就会抓住播放 我们看这段经文 摩作佛是释放众生 说释放众生 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是释放众生之内 不是之外的 文我名号 名号就是阿弥陀佛 或者加拿摩六个字 六个字鸿鸣 拿摩阿弥陀佛 那么真正的名号只有四个字 这个诸位要知道 四个字是佛的名号 拿摩这两个字是凡语 它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 恭敬的意思 礼拜的意思 要完全翻过来 就是皈依 无量受付 这是翻成中国的意思 所以它是皈依的意思 从前莲池大师在身上 注意看这个皈依随笔 莲池大师的笔记 里面写的有一条 曾经有人向他请教 问他 你老人家教人念佛了 怎么个教法 他说我教人念 拿摩阿弥陀佛 别人就问他了 你自己怎么个念法 他说我自己念阿弥陀佛 别人就奇怪了 你教别人念拿摩阿弥陀佛 你自己念阿弥陀佛 不加拿摩 什么意思呢 他老人家就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真信 我真运 我这一生决定求生进度 所以我支持名号就可以了 那个恭敬归义都是客气化的 不要 所有一切客套统统拈了 教别人为什么六个字呢 他未必想往生 加个归义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借个缘 借个善缘 将来多生多结以后 他想往生了 这个种子会成熟 是这么个道理 连迟大师讲得很有理 现在我们怎么念法呢 如果想这一生往生 客气化就不要了 不想去 要加拿摩 很重要 要对他有礼貌 要有恭敬心 这是修福 真想去 所有一切客套都念掉 完全听话 佛教我 佛教我 至尘名号 名号上没有南无 那就对了 至心 信要 这里关键两个字就是至心 至心就是真心 诚信 真诚之心 相信 这个现实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完全 就是百分之百 接受 接受佛在今天里面的教导 佛教我们做的 我们都照做 佛教我们舍的 我们通通就舍 佛教我们到哪里去 怎么就去 完全 听顺佛的 教训 这叫 至心 信要 这个 要 念出身 是爱好的意思 也就是喜欢 你相信 你喜欢 非常喜欢 极乐世界 非常喜欢 这个法门 所有善根 善根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 致持 名号 我们每天 这个念佛 实在讲 念佛呢 在我们一般 凡夫来说 念的是越多越好 也是为什么 因为不念佛的时候 你就念六道轮回 也是你说 我没念六道轮回 你们老子 贪嗔痴慢 是非人物 那就是六道轮回 所以说 不念佛了 他就打往下 不打妄想 就落在无明里头 可见的 不念佛的时候 你不是落在无明 你就是落在妄想里头 落在无明跟妄想里头 就是在造六道轮回的业 很可怕 所以轮回不容易超越 道理在此地 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句阿弥陀佛念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没有妄想 我也没有无明 清清楚楚 并不糊涂 所以这一句佛号 不但是破妄想 也是端无明 这个作用实在讲 不可思议 活宽这句佛号 你只要一念佛 前面我们都过 西方世界每一个人 不要说是佛菩萨 就是下下平往生的人 他们的能力 前面念过的这个经文 天而彻底 天言动识 他心便知 我们在此地念这个佛号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知道 都听到了 阿弥陀佛也听到了 西方世界人数之多 刚才我们念过 没法子计算 我统统知道 你一念这句佛号 佛欢喜 西方世界所有人都欢喜 为什么呢 你马上要成佛了 欢迎你快快来 参加我们的传题 祝上善人聚会一处 他欢迎你来嘛 不但西方极乐世界 主伴欢喜 再给主说 四方世界 一切诸佛如来欢喜 为什么呢 佛的心愿 希望众生快快成佛 看到你 眼看就成佛了 他怎么不欢喜 所以这一句佛号的时候 诸佛呼念 那些护法神菩萨 哪有一个对你不尊敬的 这一定道理嘛 你今天学佛 为什么遇到很多魔障 磨了气氛 磨了饶乱你 说到时候 是你心不清净 你的心没有决定 忧郁不决 跟祝佛 菩萨没有感应 磨看到你 就给你开个玩笑 戏弄戏弄你 是这么来的 如果你真正有坚定的心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魔不干扰了你 一种情形呢 魔看到你 赶紧走 远离你 不敢站在那边 第二种情形呢 魔转过头来 发心了 护法 他对你恭敬 对你佩服 他尊重你 可见的 我们要想自求多福 只有一个方法 老实念福 问题就是你老不老实 老实就是夜心成念 这叫老实了 那还有三心二意 那就不老实了 念佛还要想别的 那就测量 我们在这个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是乱世 苦不开眼 无论是哪一个地区 没有一个安稳的地方 灾难 灾难 很多 是我们往往是意想不到的 不能够预测的 了解今天的处境 认清楚这个处境 你的决心就会下去了 为什么呢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呢 它真有效 真稳当 真快速 确确确确实实 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 所以 二六十中 就像一天到晚 老老实实念这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是善根 真实的善根 不可思议的善根 一有机会 我们总想着报佛恩 报众生恩 这个回向机子里面说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脱苦 我们也要尽心尽力 去做 怎么个做法呢 把这个经典法门 介绍给别人 推进给别人 这就是 善报四重恩 下记三脱 这是上囚 下话 与佛的心约 完全相同 所以今天 我们印得很多 我们不断地在印 越越都在印 你们同学拿 不要叫他不好意思 哎呀 我拿得好多了 不好意思 你这个观念就错了 希望你多多去拿 拿得出来 送给有缘点 介绍给他 他不要呢 不要也没关系 不要他看了一下 大乘无量寿 庄严 清净 平等 绝静 他阿赖也是种子 种下去了 我们目的要达到 原因 现在不能接受 我知道 你多生多世之后 你会接受 为什么呢 你阿赖也是有这个种子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名号 名号功德伯格斯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有中文的 英文的帖子 你们在家里面 你家门口会填 凡是从你家门口过一下 都会念一遍 你就录了它了 你们得去开车 贴的前后都可以贴 你这个贴停的停贴长 人家左右的邻居看 都可以念一句 你也度了它了 方便有多闻 这都是符合 四十八月度众生的愿望 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去做 我们借这个讲堂 你看我们进来的时候 挂了一张佛像 挂了一个地方 凡是走进这个教室的 他一定会看到佛像 阿赖也是就中了种子 如果同修你们有开店的 你那个店里面也可以挂几张佛像 顾客到你家买东西了 你也通通都多了找 你们要做广告 阿弥陀佛这六个字 可以做在广告里面 这个不需要多花钱 加六个字就去 人家看到这个广告 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只要我们留意 我们为一切众生 介绍这个法门 推荐这个法门 不难做到 随时随地都做到 在台湾现在更普遍 早年这个佛教刚刚在校园里面 推行的时候 同学们学佛偷偷地学 不好意思 怕别人笑话了 民国五十二三年的时候 但是五十一年的时候开始了 陈希是第一个成立 我遇到很多同学 在学校里不好意思 我就告诉他们 不要不好意思 你就不好意思 很多的善根不能够培养 很可惜 在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 手上挂一船念珠 你的同学一看到你一定阿弥陀佛 你看他自动就念一声阿弥陀佛 你没有去教他念的时候 一天不少多少人看到你念阿弥陀佛 这都好 我教过多少同学 手上带念珠 你们的课本 一般人课本上都写个名字嘛 你不要写名字 写阿弥陀佛 你的同学看了那书阿弥陀佛都会喊你 那么这就是所有善根 自行化他的善根 信心回向 真诚的心 存疑之心 回是回转头来 我向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呢 往生极乐世界 我只有这一个愿望 只希望达到这一个愿望 这叫回想 怨生我婆 往生西方的条件 是心愿行 你看 他的心举足了 愿举足了 下面 乃至神念 这个神念是心 等你 三个条件 统统具备了 神念 慈地是降跌 临统 临命重视 神念应念都能往生 可是 临统的时候 有几个人 慧念佛 所以 千万不能 慧错了意思 临命重视 神念魁往生 现在不念 没有关系 到临统的时候 再说 还来得及吗 这在理论上讲 讲得通 可是 临命重视 问你 你有没有把握 在那个时候 会念佛呢 我们看到 许多生病的人 病中的时候 神志不清 家亲眷属都不认识 这个时候 你叫他念佛 难了 给他祝念 都达不到效果 所以 临命重视 这个 深念应念往生 必须要具备 三个条件 第一个 临统那个时候 头脑要清楚 你会不会清楚 不迷惑 不迷惑 这很难啊 这是大福报 临命重的时候 他一点不糊涂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果然 他是这种现象 他要是没有应援 遇不到佛法的话 这个人不会躲三我道 我们说话说 好死 好胜 他那么清楚 他怎么会到窝道 投胎 有可能 为什么到三窝道 投胎 是糊里糊涂去的 哪有清楚的人 会回去 去度出身 做窝围 有可能的 所以这一点很难 临统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临统有人提醒你 没人提醒你 你不知道这个法门了 或者你知道 到这个时候忘掉了 这就像诸念 要有善知识提醒 这个时候教你 赶紧念佛 劝你念佛 求生净土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你听了之后 一点怀疑都没有 马上去接受 立刻就念 就求 这个人决定无数 这三个条件 古人讲 千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过 因此 决定不能侥幸 我们平常 一天到晚 念佛 干什么 就是为了 临统了一念 就怕那个手忘掉 好像打仗 天天在练兵 练了干什么 就为了 一天的时间 灵灵宗说那一刹那 那是胜负 所以平常要认真 临终才有把握 平常要放下 把这个生死要看得淡 不要怕死 到临终时候 一怕死 佛号都忘掉 人家提醒念 也不肯念 为什么呢 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 那就坏了大死 这个就要 又要多轮回 为了 临终的时候 一点恐怖都没有 用什么方法来训练自己 每一天晚上睡觉 想着我就要死 天天想死 天天想见阿弥陀佛 这一天果然想到了 快乐 怎么会恐怖呢 没有害怕了 这个方法好 好得很 我每天晚上睡觉 躺在床上 就想到我要往生路 所以你对于这个生死 就不在乎 生病不要看医生 看医生干什么 一生病就求生 极乐世界 不要去花这些冤枉钱 找医生 医生也未必高明 你有这小病 被他治成大病 大病反正治死了 这一生不可靠 尤其现在医生 道德观念很长 决定不要找医生 找阿弥陀佛 这是最靠得住的 最可靠的 念念心里想住 极乐世界 念念想去 这个我们的三个条件 就争取出了 佛号 决定不能忘掉 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工作需要用思考的 我们佛号就放下 认真去工作 工作完了之后了 工作放下 佛号就提起来 念佛什么都不想 工作的时候也不要想佛号 你工作也做好 是佛号也念好 千万不要念佛的时候 想工作 工作的时候又念佛 结果两样都搞不好 佛也没念好 是工作也没做好 那就错误了 那么这个都是 很要紧的方法 所以这个念佛 在平常是多多一生 念得越多越好 黄念祖老军师往生 你们许多同学都知道了 他在往生前两个月 他全心全力念佛 一天念十六万生佛号 换一句话说 睡眠的时间都很少 免三个小时的睡眠 全心全力 这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做一个示范 那么我们在国外 受生活环境种种的限制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来念佛 怎么办 最低限度 也就是最重要的 早晚阔不能去 早晚阔的目的 就是养成念佛的习惯 这很有用处 到时候他自然就念佛 如果时间不够用 就用神念法 神念法 不要很长的时间 任何时候 任何处俗都可以 你供的佛像 在佛像面前念 没有供佛像 祖师教给我们 面向西方 恭恭敬敬地 合掌成念 那就好 所以的的确是很方便的 身念是净一口气 叫一念 一口气叫一念 念十口气 这个时间不需要很长 早晨起来 邪了脸 诉了口 念向西方 家里没有供佛像 念向西方 好掌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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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一口气 叫一念 一念当中 念多少声佛号 不拘束 那没有关系 念十口气 晚上在睡觉一起 时间都很短 要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是最简单的早晚课 如果一声当中 一次都不缺 也符合本经所讲的 一项专令 符合这个经上的要求 那么这个作为定刻 定刻之外呢 叫散刻 散刻就是想起来 散刻就是想起来 那个不需要技术的 所以定刻跟散刻不一样 定刻是正修 是修定 散刻是祝修 叫善根 此地将的善根 那么这是佛山寺基 此地将的 灵宁宗是乃至神念 这个灵宗神念 不是平常这个神念法 就是实居阿弥陀佛 这是讲临宗的时候 他就是讲实居 不是我们平常讲的 这敬一口气 叫一念不实的 这灵宁宗神 神念就是实居佛号 若不胜者不去追念 这个决定往生 为处无力 诽谤正方 那么这个后面呢 这两句话 要注意 如果他造的有忤逆罪 不毁谤正法 能不能往生 能往生 《观无量寿经》里面 讲的很清楚 如果毁谤正法 他根本不相信 不能接受 那他当然不能往生 这不是佛不帮他的忙 是他自己不能接受 他不相信 他不愿意念 那这个没法 所以关键是在最后 凡福往生 应有总有两种 一种是平常 断卧修善 吉功累得 二八三地 像我们现在都是走 这个路子 奥伊达斯说过了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信愿之一 你是不是真心 真愿 真心真愿 这是往生 最重要的条件 到西方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那在你念佛 功夫的前身 功夫前的 我们常讲的 功夫成片 这就是功夫前的 什么叫成片呢 心里面 佛号已经成了一片 除佛号之外 没有其他的念头 这叫一片 这叫成片 为什么不叫一心呢 你那个贪嗔痴 那些烦恼 没断 不叫一心 是非人物 贪嗔痴慢 还有 虽有 它不起作用 因为你这个佛号 一句接一句 有那个东西 它不成作用 这叫成片 这个条件 就决定往生 这叫待业往生 假如烦恼断了 贪嗔痴慢 见死烦恼断了 那叫四一心不乱 这个功夫就深了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品位就高了 如果更深的功夫呢 这就是破无名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 那叫离一心不乱 所以这个一心不乱有三个等级 离一心 这是功夫最深的 往生西方世界 生十报中印度 所以品位高下 是在念佛功夫的前身 不在多少 是在功夫前身 那么这些 我们都必须要知道 要认真努力 去你 日常生活当中 要看得淡 无论是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越淡越好 将来往生的时候 没有牵挂 没有累赘 这才能得自在 叫你看到淡 不是叫你不负责任 那你不负责任 那又错了 那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 你世间的教 不能修佛 你看修佛 你家都不要了 儿女都不要了 父母也不养了 不仁不义 是不忠不孝 这把佛教形象破坏了 这个我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是 世间所有一切责任 我们做得比不学佛的人还要圆满 心里头没有牵挂 这个放下是将你放下心里的牵挂 你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要做得更好 这就对了 换句话是用清净心 来除世待人教 清净心就是真诚心 你这样学佛 所以说世间人对你会敬仰 学佛的人确确实实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么再看底下一院 第十九院文明发现 二十院是临终戒引 我做佛师 释放众生文国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献六波罗密 坚固不退 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就是第十九月 十九月也非常重要 因为在这部经里面 佛教给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方法 八个字 发菩提心一向专利 这个第十八月就是一向专利 第十九月就是发菩提心 所以设放众生文国名号 发菩提心 那么什么叫菩提心 佛在观无量寿经 给我们讲的三种心 菩提心的三种心 第一个是至尘心 至尘 真尘到极出 这是菩提心之体 本体 有体当然有作用 作用有两种 一种叫身心 一种叫回向发愿心 身心是自受用 就是对自己的 回向发愿心是对别人的 所以这个作用 真心启用 有自受用 有他受用 用什么心对自己 用什么心对人 所以这是三心实在上是一心 有体有用 马明菩萨在大乘七心论里面 给我们讲的菩提心 名称跟观经上不一样 意思是一样 他说第一个是执心 执心就是观经上讲的至尘心 第二个自受用 他也讲的身心 这是两部经上讲的一样 第三个 他受用 他是讲的大悲心 大慈大悲 由此可知 回向发愿 就是大慈悲 那么这是经论上的解释 要细说 这个三心 我们最简略的介绍 也要讲三天 那就太费事了 我们的世界不够 那么诸位要知道 古来祖师大德们的注节很多 可以找到这些参考 欧夜大师讲的最好 在《弥陀经要节》里面所说的 他老人家说 什么是菩提心 你真正发愿 求生西方世界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好懂 他说的确实有道理 因为我们 从净土圣仙路上看 从往生传上看 从现代许多念佛往生锐乡上去看 确实 有不少念佛往生的人 尤其是居住在乡下的老太太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有个人家什么叫菩提心 他不知道 但是他念佛往生了 他站着走着 坐着走着 告诉家里 佛来接我了 我跟他走了 真的往生了 一点不讲 往往我们就怀疑 他没发菩提心 怎么去了 原来他一心一求生西方 这个心就是真实的菩提心 偶尔大师跟我们道路 回过头来 再想想偶尔大师这一句话 跟祖师跟经典上所讲的 确实是相同的 所以说 真正觉悟了 真正法愿求生了 然后再修住功德 这是真正法愿之后 他的行持 除世待人介物 自然不一样 没有发菩提心之情 就是世间一般人 奇心动念 第一个想到自己的利益 对于这位标准 我跟人交往 对我有利点 没有利点 远一点 就派斥了 真正发了菩提心 念念是为众生作想 把自己忘掉了 念念如何利益众生 用什么利益 利益众生呢 把这个法门 金教介绍给他 推荐给他 详尽方法的时候送给他 让他欢喜接纳 绝对不为自己利益 全心全力就做这个事情 所以刚才我问了 我们冷静一下 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呢 如果要想通了 认真去干了 我们到这个世界来 就是宣传这个法门 自己决定往生 就来干什么 除这个之外 其他这个世界上 与我都不相干 所以这个世界 一切事情 我都可以不必知道 你的心自然就清净了 今天的全世界 人人都喜欢看电视 电视 广播 报纸 杂志 电影 播物 都是搞流道轮回的 与我都不相干 所以我们一开不必要 我们二六十中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有家庭 家人也喜欢这些 怎么办呢 你也不能排斥 排斥你一家不和了 他看着呢 你也陪他看 他看电视 心就被画面上转了 你在这点学 如如无过度 你在这修行 你看那个影像在边 凡所有相皆是虚望 外部坐向内部动心 我在练功 同样我们坐在一起 过人受用 不想到 踏高六道轮回 我梦高 往生西方九个世界 又不冲突 欢欢喜喜在一起 过人搞过人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立一切相 集一切法 立不是 不是多佳远远的 不是 就在一起 我心里头不止住 这是叫立一切相 立心里头的 忍住相 不是叫立外面的境界相 在立外面的境界相 佛也不会来度众生了 佛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干什么 所以立心地里头的 任而逐相 心地清信 一尘不染 对于所有境界 统统不止住 你说这个多自在 所以纵然是看电视 纵然是参加过午 也是在那里修定修会 定会等学 那时候到场啊 过午天是到场啊 一定要懂得 要认真修学 如果因念插错了 把那个当作欢乐成 就堕落了 马上就堕落了 所以要真正觉 菩提心就是正觉之心 那么你修读功德 奉行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 第一个是不失 不失是放下 万元放下 放下什么呢 你心里面 一切妄想放下 执着放下 分别放下 烦恼放下 忧虑放下 牵挂放下 这叫不失 把这个都不失掉啊 所以千万不要回错意思 不失大概佛教里头啊 我们要出点钱 出点力就不失 你把意思搞错了 那个无关紧要 你要把你的分别 指责妄想放下 这才重要 要把它写掉 让我们心里只留一样东西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统统舍掉 这叫不失 持戒呢 持戒呢 是守法 这是法方法 要守法 守什么法呢 佛在这个经里面 教给我们理论方法 我们通通最守 守老师教戒之法 所以说到持戒 千万不要想到那个意思 非常自小 不杀人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就这记这么几条 管什么用 不管用啊 这个几条是所有戒里面最重要的四条 杀到阴亡 这叫根本界 除这个以外 对我们妨害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所有这些教法 我们通通尊守 尊守老师的教戒 除这个之外 我们现在还没到西方世界去 换一句话说 我们还需要跟这个世界 一切众生在一起共同生活 那么吸引前 这个世间的法律 法律是维持秩序的 一言是戒言 要遵守啊 法律之外的 风俗习惯道德观念 这通通说语 简 都要遵守 世间 生活规范 每一个地区不一样 每一个时代不一样 我们在生在什么时代 生在哪个地区 就要守这个地区 现代的一些法规 我们才能够跟大家 和睦相处 才能够处得非常融洽 我们的修学 不会受到障碍 我们把佛法推荐给别人 他也欢喜 这叫持戒 忍辱 忍辱是耐心 无论做什么事情 要有耐心 要有长远心 有狠心 有毅力 我们的愿望 才能达到 理想 才能够实现 第四个是精进 精是进步 天天要求进步 进步要精进 精进是要专一 一门深如 这叫精进 学多了 学杂了 纵然进步 不叫精进 不精进呢 就叫乱进 叫杂进 他穿杂不乱七八糟 所以那个效果 就谈不上 精进才能得定 念佛精进的 他才能对心不乱 你这个法门学多了的时候 决定有妨害 所以这个法门无量 是愿学 这话没错 可是在前面还有两句 前面有烦恼无尽 是愿断 你要先断烦恼 烦恼没有断 不能学法门 为什么呢 烦恼不断 所学的法门 都是邪之邪进 他掺杂烦恼在里头 都是邪之邪进 这个事情 诸位如果很冷静 留意一点 你就能觉察出来 无论是世间法 或者是在佛门里面 这个人在没出名的时候 人很谦虚 好爱可亲 对人都很有礼貌 当他一出名 有了陈旧了 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 谁都瞧不起了 供告偶慢 那是什么 他学的东西太多了 愈学愈学得了不起 愈学愈傲慢 傲慢是坦诚直慢 愈学烦恼愈增长 所以足四交给我们的是 是经验之谈的 烦恼不断 专精一闻 烦恼断了之后 再逛学多闻 所以先断烦恼 再学多闻 我常常劝同学们 先修一门 我们这一生就专学一门 到西方极乐世界 再光学多闻 到那时候无量寿了 不在乎了 到那个地方 发门无量试愿学 是留到西方极乐世界在干 在这个地方没有往生之前 决定不干 为什么呢 怕障碍往生 所以在这个世界 一定要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经教不懂 不该死 懂得多了的时候 麻烦多 为什么呢 你真透彻了 没有问题 不透彻的 佛在这里讲油 在那里讲空 到底是空是油呢 还你的问题 因为你经越读得多 这问题就越多 到最后的时候 你一死无成 不如不学 别人如果来劝你 你就恭维恭维他几句 我根性不如你 我的程度不如你 我只能念阿弥陀佛 你比我高得太多了 你那个法门可以成就 我决定不能成就 我还是老师 念我的阿弥陀佛 能往生 我就算很幸运了 我也不妨碍你 你也不要麻烦我 这就很好了 问题就解决了 他听了也高兴 捧他 你高 我不如你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搞六道轮回 我不如你 我不如你 那唯有精进才能得定 定是殊留 慧应是目的 最后是剥弱智慧 这是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持的六大纲领 我们要记住 也要应用这六大纲领 修正我们身心思想行持的错误 依照这个标准来修论 经过不退 立志要紧 由进不退 这是文明法新 下面 佛意善根回向 云生无故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这个两句很重要 这就叫我们平常用功力方法 前面十八月 那是决定活着 增长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了解名号功德不可思 平常应该怎么个念法 阿弥陀佛在此地叫做 要业心念我 这个我就是阿弥陀佛 业心念阿弥陀佛 业心就是专心 不能有残忍 功夫一定要昼夜不断 那这个效果就非常显著 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 都是讲到一日到七日 这是真正讲念佛法门 专修念佛法门 我们通常讲大佛祈 大佛祈要用这个方法来念 所以佛祈 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佛祈 都是发挥了 目的不是在念佛 说个不好听 目的在消遣 无聊 没事情干 消遣消遣 那不是真正念佛的 真正念佛这个七天 就是一句佛号 不许可有一个咱 所以进念佛堂 就不能讲话 七天七夜不能中断 见到任何人不打招呼 这一打招呼 这就掺杂了 七天当中吃东西 是由户气的人提你准备好 到吃饭的时候给你摆出来 你自己去吃 也没有人叫你 你也不可以叫他 这才叫念佛的一个道场 绝不是像现在 大佛祈念一志乡 当中要休息个 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这一休息 张家长离家短 杂心些话 现在是搞真心 所以真正大佛祈 恐怕同学们都没有见过 而且真正佛祈 就是事先要练习 这个规矩 因为在佛祈当中 放肆不能讲规矩 一讲的时候 就扎心间话 所以这些规矩 预先要练习 练书之后才能参加这个道场 没有学过规矩不可以进去 因为进去时你会饶乱别人 因为这个时候不能教规矩 一句话都不能说 那么像我们在美国 找不到七天这样长的长假 同样用这个方法 念一天一夜也可以 两天念一夜也可以 都非常之好 实在讲 念一天一夜 这个比较上容易做得到 一个月念一次 这个效果非常殊胜 因为他24小时 他全心全力专注在一句佛号 比我们平常三年 那个效果要大很多 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真正有效 灵寿宗师 我与诸菩萨中迎现其前 兼须与兼 即生我过 即生我差 作我为悦志菩萨 不得失誓愿 不取证诀 这个几句话 也是很重要 很重要 前面讲的 魔作佛是 摄放众生 他没有提出条件 哪些我来借淫 哪些我没有借淫 他没有提这个条件 那么换句话说 每一个往生的众生 佛通通都来迎接 所有净土经论里头 要以这四十八院为主 与四十八院讲的 不一样的 我们宁许愿信四十八院 其他的或者 佛有别的用意 对人家有另外一个说法的 总而言之 四十八院是 基本的根据 最原始的根据 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样 任何法令规章 不能跟他地处 这很重要 所以说佛决定来解 我们一定要相信 决定不能怀疑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边是做 做欧为悦志的菩萨 欧为悦志是梵女 翻成中国的意思 就是不退转 原正三不退 不退转的菩萨是什么菩萨呢 通常讲语言叫八地以上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个地位 这是弥陀本愿加持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